大家好 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 实际上新的一周 到底有什么样的大事情呢 实际上对于做投资的人来讲 这一周应该是个分水岭 为什么讲这个分水岭 包括可能今天就很重要 这个重要体现在什么 就是我们的股市 现在的话 你是在3000点以上运行 还是在3000点以下运行 其实3000点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心理点位 也就是说的话 看似对每一个股票 这一个数字 都是好像总的平均 跟它没有关系的 但是这个总的平均 直接影响到什么 就是市场的信心 而且这一次 我们可以看到 在前一边是快速下跌 跌破3000点 然后在2800点上方 遇到支撑 然后国家又进行了各种的政策 大力的支持 然后快速反弹 快速反弹 反弹到3000点上方的时候 五一期间呢 外部环境不是很好 也就是说 后头的话 就是美国呢 美联储加息 加息呢 第一天没有什么 第二天的话呢 是让股市大跌 这个股市大跌呢 很大的影响啊 应该是大家对这个俄乌战争的不确定性 也有很大担心 其实今天大家担心也很大 因为马上啊 人家说俄罗斯 9号的话呢 搞胜利日大阅兵 胜利日大阅兵的时候 会宣布什么 所以大家在看 对吧 是否真的俄乌战争升级 那么直接影响到世界市场的风险情绪 而对中国来讲啊 其实中国现在呢 市场一直都下滑呀 不好的因素有几个 一个呢 是传统的市场周期 到了五六月份呢 都是压力期 这是第一个是传统的市场周期 第二个呢 其实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在房地产业的回款 像房地产业的销售额呢 下降了70% 这个下降了70%以后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就是说 你房地产公司的债务呢 肯定是继续恶化 它肯定是还不了 只是说现在呢 它不断的展期 不断的银行给它贷款 原有的债务 你可以展期啊 但是呢 你原有的债务呢 你卖不掉的时候呢 你就不可能在新的哪地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见 就是政府的卖地收入 大幅度降低 卖地收入解决它什么呢 一个是它财政问题 还有一个很大成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基建投资 都是要靠卖地收入来解决的 而且尤其是有些政府呢 它把它的那些基建的投资呢 靠它的收入可能要还的话呢 还几十年才还上的 现在呢 政府的负债经营啊 其实我们只说的话呢 在中央政府国债和GDP相差不太高 但是呢 地方政府的引擎债务和地方融资平台 这差的很多 而地方融资平台的借的钱 是借在哪呢 反正是各种银行 其实各种银行呢 现在其实也已经看出了一些问题 大行还可以 小行呢 现在已经在闹 各地呢 都有一些 有些地方还不起来嘛 春镇银行的话呢 存款取不出来了 老百姓呢 人性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下呀 市场呢 我们觉得是好不了 但是呢 它这个市场呢 它都是有惯性的 它到了一些技术的波段的话呢 它就会有一个确认 它包括呢 三千点呢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确认 因为呢 它这种点位呢 给所有人的一个心理暗示 然后呢 所有人的 它的一些操作呀 止损啊 设计呀 它围绕着这些点位 为什么说这个信心啊 有时候跟这点位 跟这些眼球有关呢 你大家都看着 你可能呢 都觉得它怎么怎么着 它可能就怎么怎么着了 所以现在说嘛 要有信心 但是这现在的信心呢 听到的实质的好消息比较少 你呢 都是说政府呢 要转过来 要给予各种各样的支持 这说明什么呢 就是叫做政策底道 至于市场底呢 跟政策底到底有多远呢 有的时候呢 很近 有的时候呢 很远 像这里头啊 跟国际形势呢 也有很大关系 因为很多时候呢 它的国际形势呢 它会对冲你政策的影响 而且呢 也限制你政策发挥的空间 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这个国际形势呢 压力神大 所以这个和平安就不一样 你说原来你自己的话 政策完全自由的 外国的不给你提各种条件 现在好多时候你在外交上和国际博弈上 你有些时候呢 就是得接受人家的条件 有些事呢 就是被迫的 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话呢 你的政策呢 那可能就会打折扣 或者说呢 只是喊话 你包括的话呢 你对于市场的压力 你像中概股呢 的这个缩水 像我一直在说 中概股缩水嘛 就说了华人的财富 上几期节目也说了 你这种财富的缩水以后 自然就没钱了 你现在好多说都指望着 国外的什么 AQ费什么的这些 这些事呢 你从国外的这些 拿进来的钱 其实好多也是华人的钱 他在海外呢 是投中概股的 他才会在国内呢 去投你A股 所以你各种的 那个什么说 北上资金啊 干什么的 他的资金能力呢 是直接和你这个 中概股的涨跌有关的 其实大家的话呢 要把这个联系呢 看清楚 所以现在这个 整体的国家的 现在这种状态啊 这个股票呢 肯定的话呢 我一直在讲 风险大于机会 大家慢慢的体会吧 还有一个很著名的话 叫熊市不言底 你呢 天天老假 什么时候是底的时候呢 就会不断的被打脸 其实当年李大肖呢 我觉得 他脸皮挺厚的 反正是一般的穿甲蛋 打不穿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谢谢大家 今天这些话题啊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再见